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流感是一种由不同类型流感病毒引致的疾病 传染性极高 患者会发烧 喉咙痛等等 严重的有机会会引起病发症 如肺炎 脑炎 情况最坏会导致死亡 在什么情况之下感染了流感会出现病发症呢 什么人又是较高危呢 今集我们请来 卫生防护中心监测及流行学病处 社会医学顾问医生张竹军医生 陪我们讲一下 欢迎李章医生 你好 不如先和我们解释一下 流感会引致什么病发症 大部分人患流感 都是一个星期左右自己康复的 有小部分人都会有病发症 例如比较轻微一点 可能是耳朵发炎 鼻痘炎 智器管炎 肺炎 重一点的可能是脑炎 心肌炎 心恶炎 摆血甚至死亡 流感很容易个个都会试过 但其实在什么情况之后才会出现 你刚才提到的病发症呢 一般来说是高危的人士 例如是小朋友 老人家 孕婦 长期病患 这些有高危因素的人士就特别容易有病发症 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 有些健康的人士都有机会产生病发症 我们经常听见不少个案 可能出现的病发症都不同 我们先讲讲小朋友 其实在小朋友身上哪些是常见的病发症 常见的病发症在小朋友 通常都是耳朵发炎 鼻痘炎 智器管炎 肺炎 当然是脑炎 那些比较罕见的心肌发炎 白血那些都有机会 刚才提到小朋友 老人家等等孕婦 高危人士会出现病发症 其实他们容易出现病发症的地方可能都不同 即是攻击身体的部分 小朋友为什么在你刚才提到的部分 会比较容易出现病发症 其实一般的病发症 都有机会在小朋友那里出现 因为他的免疫力可能是未成熟 出现了病发症之后 后果是不是通常都很严重 因为其实我们都听过有不少个案 甚至乎是死亡的 很多时候病发症都是比较轻微的 比如肺炎或者耳朵发炎那类的 一般都医治就会康复的 就算患了一些比较严重的 都有机会会康复的 很多时候都会痊癒的 当然都会有小部分的人 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都不定 其实例如是会有些什么后遗症 比如如果你感染到老炎 可能有机会 比如说可能以后的发展 会有问题那些 但就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 老人家那方面都会出现病发症 他们上见的病发症有哪几种 上见的病发症都好像刚才那些 不过他们多些可能是肺炎类的 那些 还有他可能本身有一些 就是长期病患 本身就会恶化 比如他有糖尿 心脏病那些 可能会差了 是否因为老人家和小孩 会不会有些不同 他们是不是免疫力低的问题 老人家一方面 他可能长期病患比较多 另一方面可能他免疫力开始减弱 本身都是会差了 那便会容易感染和有病发症 政府都常常呼吁市民最好尽快 都是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尤其是高危人士 不过似乎现在目前市民 对疫苗的信心都不是很大 担心有副作用 我们常听到的好像是吉巴士症 那样 我们讲一讲多 不如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吉巴士症是什么 吉巴士症是一个罕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 会引致一些手脚软了 会痰瘫 甚至是呼吸困难 但是一般来说 吉巴士症 比如根据医院的数字 公立医院一年都有40至60宗左右 其实绝大部分都不是打过疫苗的 因为吉巴士症 一般来说都可以在一些普通的感染 流感都会引起吉巴士症 而打针来说 跟吉巴士症的因果关系 其实到现在都未确立 不过也会有些研究 研究究竟打完针会不会有吉巴士症 研究可以计算数字 大概100万人 就算是真的有引起 都可能是一宗至两宗 但是我强调一点 就是是否会引起吉巴士症 这个关系是未确立的 会不会是说 我们刚才也提过不少病发症 如果感染了流感之后 引起病发症 比起有吉巴士症的机会 其实是大很多的 特别是高人士 打针所引起的反应 以及不打针的后果 相对来说应该打针好一点 除了吉巴士症之外 打疫苗 其实会不会有其他 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出现 严重的副作用 可能有机会 比如说过敏反应 或者口中被肿 呼吸困难 这些都非常罕见 比如说如果有些人 是对鸡蛋类敏感那些 当然就要避免打针 但是其他的反应来说 通常都是打针的位置 可能会有些肿痛 有些人可能会打完针之后 会有些疲累 发烧那些都会有的 都会自己会好 目前其实已经进入了 流感高峰期 如果现在才接种疫苗 其实还有没有用呢 其实刚才也说过 一般流感高峰期 都6至8个星期 而今年天气又特别冷些 究竟会不会长了 我们都难以预计 打针 打完针一般7至10天 都会开始出现抗体 两个星期左右 就已经有效了 变成了 打完针一般的保护力 就可以维持一年 我们香港其实 流感全年都有 夏季都会有 变成了打完针 都应该尽早打针 多谢张医生和我们说 最有关流感病发症 和打疫苗的负作用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